今天要來開箱 台中Lalaport全新開幕的響食天堂 號稱中部最大的響食天堂 首次與金色山脈聯名推出 精釀啤酒喝到飽 獨家晃晃白皮 美食超過200種品項 9月25盛大開幕 晚餐爽吃4小時 究竟值不值得來吃呢 欸大家好我傑克 今天又來到台中的Lalaport 今天是我第二次來到Lalaport 那老樣子來到Lalaport就是要來開箱 今天9月25 在Lalaport全新開幕的 響食天堂 今天是他第一天開幕 所以我直接沙拉來台中 要來開箱他的晚餐Buffet吃到飽 一個人的價位是968元加10%服務費 用餐爽吃4小時 台中Lalaport這間響食天堂 是中部最大的響食天堂分店 也是他們首次與金色山脈聯名的分店 有推出晃晃白皮喝到飽 而且來這邊吃響食天堂的話 還可以順便逛下Lalaport 那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就直接去Lalaport的響食天堂 看看他們晚餐有什麼菜色吧 在影片開始前可以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想要知道我更多動態可以追蹤我的IGI FB 那我們直接開始吧 Let's go 再看看 MING CING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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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不知 不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刚真的排了超多人 现在终于入座了 刚刚也是花了一段时间 拍摄菜品和王家菜 那我们就一区一区的来介绍吧 他们这次首次跟金色山脉联名 推出这个晃晃白皮 先来喝喝看这个晃晃白皮吧 这个晃晃白皮喝起来比较绵密 然后比较有气泡感 喝到喉咙的时候还感觉到它的气泡 然后它的麦味是比较重的 好喝 赞哦 享食天堂必喝的蛤蜊汤 喝完好温暖 享食天堂的蛤蜊汤就是最道地 葱花跟姜吃都很够味 非常鲜甜 现在汤喝完呢 我们先来吃它的生鱼片 表现非常OK 油花橘白香鲜 油花橘白香鲜 享食天堂的鲑鱼就是这种比较标准的 它的油脂是不会到很肥的 鲑鱼 然后现在吃吃看这个颜色比较深的 它颜色浅的鲑鱼是比较绵密的口感 颜色深的就没有那么绵密 但是它会比较软一点 我比较喜欢颜色浅一点 生牛肉 哇 这个生牛肉蛮赞的 它不会切到很厚也不会切到很厚 但是切的厚度非常刚好 咬下去就是牛肉的清甜 搭配那个洋葱 和那个洋葱的风味 让牛肉吃得出来更甜 那我们先来吃这盘 烟熏鲑鱼 我的最爱 它的烟熏鲑鱼的那个烟熏的感觉就是比较淡的 它有些烟熏鲑鱼的烟熏感就超重 它这个感觉就没有腌很久 所以会比较有鲑鱼的原味 和它的油脂味 好 那我们顺便来吃这盘海沙沙拉吧 加了它旁边的帕马生起司 它生下去有很多种菜 我最爱的就是罗曼鱼 好 继续来吃生鱼片 幼香薄切鱿鱼 哇 这个一咬下去全部都是柚子的味道 幼香味超重 会有点盖过鱼的味道 炙烧鲫鱼 哇 它切得非常的薄 边边还有炙烧 花枝卵吃 它切一丝一丝的吃起来就是很脆 好 我们先来吃鲑鱼握寿司 它这个握寿司的饭非常的黏欸 比较偏黏的 它感觉把它压很紧的那种口感 它的生鱼片和饭的比例是非常刚好的 我觉得很OK 甜蝦寿司 它下面这个好像是藜麦饭 它下面那个饭是有那种梅子的口感 酸酸的口感 非常特别 烟熏鲑鱼加州卷 它上面放一个很大的橄榄 咬下去都是橄榄的味道 味道还蛮重的 我们现在来吃它的三款炙烧握寿司 炙烧牛肉握寿司 炙烧鲑鱼握寿司 炙烧鲑鱼握寿司 炙烧握寿司 嗯 它的炙烧握寿司 我觉得都蛮赞的 它的饭真的都给很少 然后上面的料都很OK 可是鲑鱼会超出鲑鱼和牛肉很多欸 我觉得狂拿炙烧鲑鱼就好了 先来吃它的县主区那边的 越界牛寿司 一定要拿的 它下面是一些粉丝加牛肉 哇 它这个真的吃起来超香 很传统日式的寿司烧 吃起来是偏甜的口感 而且味道非常重 很下饭 真的超好吃的 先来吃海鲜区吧 海瓜子 肉很大很Q欸 很OK 它是非常原味的口感 完全没有调味 但是它的海瓜子蛮新鲜的 后面还是有海鲜的清甜味 我觉得还是很OK的 小章鱼 我刚刚吃到一半 它这边有那种蒸笼推车欸 然后每桌问你要不要 我刚刚就是全部都拿了 等一下来吃 和风花汁 淡菜 来吃这个蒜辣小鲍鱼 它带一点清淡的蒜味 蛮好吃的 先来吃它的白虾 虾子的清甜也有 它的牛群 蟹黄蟹膏吃起来非常浓郁 很爽 哇上面还有蟹黄 先来吃手卷曲 想吃天长就是很标准 它是包饭的 来吃鲑鱼卵跟虾 它这个手卷的海苔是有厚度的喔 还蛮厚的 两种手卷我会觉得 鲑鱼卵是必吃的嘛 它在口里爆开的口感会比较重 而且它那个咸味 可以跟醋饭综合 真的吃起来就比较爽一点 先来吃它们的铁板区 我先拿了三道 想吃天长必吃的铁板区 这个铁板甩子牛 每次就是要拿一堆的 我们直接狂吃吧 太爽了 我每次来想吃天长都是 狂吃这个甩子牛 它这个黑胡椒跟葱味超重 感觉就是 它们就是炒在一起 整个很入味 然后它有点蒜酥的口感 很爽 太爽了 现在来吃它的铁板 也是必吃的 牛排 它这个没有到很熟耶 大概三到五分熟的熟度 所以它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软嫩 我的最爱 它的蘑菇酱 不会到很重的味道 那种清甜的酱味 我觉得它这个玉米很强耶 比它的马铃薯泥还强 我觉得吃这个牛排 一定要搭它的玉米 好 现在来吃德国猪脚 德国猪脚一定要沾芥末 跟酸菜的 它这个猪脚皮超酥脆的 就咬下去吃咔滋咔滋的口感 猪脚的味道还蛮重的 现在来吃刚刚蒸笼灰色烧麦 这看来有点像松露烧麦 就是中规中矩的烧麦 但是它口感还蛮紧实的 凤爪 它的凤爪 吃到后面会有一个很淡的辣味 我觉得还不错 死汁排骨 排骨算很嫩 死汁的味道也有进去 焗烤奶油白菜 很浓郁的感觉 它的酱非常浓 就是那个很香的那种白酱口感 然后再配上它的白菜 里面的白菜还是超脆超绿的那种 真的是超好吃的 薰鸡玉米洋芋中 它下面是那个 带皮马铃薯洋芋 那个马铃薯的皮的味道非常重 非常原味 吃起来很过瘾 那来吃焗烤生蚝 它生蚝超大的 直接在我口里爆炸 超鲜的 夏威夷海鲜蜜蜜 感觉这个海鲜的料没有到很多 凤梨的口感还偏重 起司五重重 它的起司是偏咸的 带有一点颈的甜味 就是一个很咸的起司的口感 巧克力之心披萨 它很像一个披萨的边边 上面撒很多糖粉加巧克力 我们第一轮吃完 再喝口晃晃白皮 那我们再去拿下一轮吧 好我们现在第二轮开始了 那我们现在来继续吃它的其他料理 先来喝一碗它的现葱牛肉汤 它这里的现煮汤品真的蛮多的 它牛肉片是很大片的那种 它的牛肉汤喝起来比较像那种大骨心汤的 而且因为一般的牛肉汤是自己夹肉片 所以我冲完汤会比较生 但它这个我就吃起来 我觉得它的牛肉会比较熟一点 富克鲜奶茶一定要喝的 我来这边都专喝鲜奶茶和西瓜汁 茶味蠻重的 那我们再来喝它的第二碗鲜柯丝木鱼汤 它这个丝木鱼汤我觉得它非常辣 它胡椒炸超多 它的葱姜也加非常多 喝到后面还蛮辣的 它的丝木鱼跟鲜柯算是非常新鲜 蛮OK的 我们现在来吃它的烤物区和炸物区吧 它的糖羊炸鸡 这个日式炸鸡的面衣非常足够 肉的份量超多的 咬下去它那个肉的是juicy多汁的 我觉得很赞 炸牛棒 这个吃起来脆脆的 炸牛棒的口感蛮独特的 可是它吃起来会有点油腻的口感 烤咸豬肉 它这个酱非常的香 有蒜苗的香气 还可以咬到那种软骨的口感 脆脆的 真的很爽 意识照烧和风机 烤鲑鱼下巴 它直接爆油 这个烤鲑鱼下巴超油 而且它有些地方烤的会比较苦一点 比较不推荐这一道 烤鲑鱼 烤鲑鱼骨 烤鲑鱼完胜烤鲑鱼 烤鲑鱼完胜烤鲑鱼 只要拿鲑鱼就好 炸鲑天妇罗 炸鲑天妇罗 它那个面移就是炸的那种比较酥脆 有那种一粒一粒的颗粒感 我非常爱 烤青椒 非常的油亮 烤茄子 炭烤鲑鱼肉 它这个鲑鱼肉切得非常的薄 吃起来口感会比较OK 不是很柴的鲑鱼肉 我蛮爱的 它的炭烤区 应该是这种直火炭烤 都有那个直火炭烤的香气 这个是炭烤猪排 旁边还有泡菜可以搭的酥 猪肉的话就会比较柴一点 比较难咬 炭烤牛小排 我最喜欢的是鸡胸肉 鸡胸肉拿去炭烤真的超搭的 鸡胸肉拿去炭烤真的超搭的 再来就是牛小排 酥排的话就比较不推荐 它的烤虾 这个烤虾 把那个虾的甜味都烤出来了 很OK 鲜虾腐皮卷 它这个腐皮卷是软嫩的 有那种一丝一丝的口感 里面的鲜虾很Q彈还不错 奶黄芝麻球 它的奶黄非常浓郁 外面的球也很酥脆 芝麻的口感很赞 铁板三杯鱿鱼 它这个鱿鱼跟很多猪菜甜椒一起炒 整个香味都炒进去 真的很赞 铁板萝卜糕 这个萝卜糕 比较软爛的口感 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香煎鲁鱼 螺旋捲 加炼乳 洪福现实车 盐烤香鱼 这个香鱼 吃得到鱼的清甜感 烤得刚刚好 里面还是很多水分的 不会很干 来这边最多人排队的 现煎天池红虾 这个一定要拿 它这个好像只有晚餐才会有 大概要排个五分钟 天池红虾自油 天池红虾煎得蛮香的 天池红虾煎得蛮香的 再来吃这个铁板白苍 再来吃这个铁板白苍 蜜汁叉烧 蜜汁叉烧 我觉得叉烧的肉好像有点柴 比较有嚼劲 油香牛肚 豆干鸟蛋 精点盐焗鸡 它这个肉看起来虽然很厚 但是它里面是软嫩的 而且它的鸡皮很舒坦 盐焗的口感也很重 我超爱这一道 这个盐焗鸡真的很经典 现在来吃两盘熟食吧 通干 炒饭 红酒炖牛肉 鲑鱼公煮炒饭 我觉得它的炒饭还可以啊 中规中矩 高麗菜 糖醋排骨 糖醋排骨是我的爱 这个真的满糖醋的 辣酱鸡丁 海鲜豆腐吧 它上面就很多那种虾仁跟花枝 咸酥虾 三杯鲜油 三杯的味道超重 香料烤野菇 它的酱很像那种泥状的 这个我不太喜欢 摩洛割羊肉 很像印度料理 享食天堂必吃的 大口享排骨 这个排骨吃起来是真爽 它的软骨也很脆 调味也是下到好处 这个大口享排骨真的爽 那我觉得它其他熟食区 其实都还好 拿一些自己喜欢吃的就好了 熟食区会表现得比较普通一点 那我们再去拿下一轮吧 好我们先来吃最后一轮熟食了 大部分都吃完了 时间快到了来不及了 鸭肉米粉汤 这个鸭肉米粉汤 喝起来就是 米粉汤加白菜 白菜的口感很重 先来吃 卡香海瓜子 这种热炒料理就是要多拿一点 酱汁够浓 这个海瓜子一定是要拿一盘的 吃的真的爽 先来吃这个秋莉南瓜浓汤 哇这个南瓜汤真的浓 它里面还有加些香菇 这个片皮鸭卷 这个片皮鸭卷 想食的片皮鸭卷就是赞 一定要搭这个甜面酱 吃起来真的爽 骨瓶蒸 好我们现在来吃这个 现炒意大利面 我选的是青酱熏鸡口味 它的面体也可以选择 我就是选择传统的 青酱味非常的浓 这个意大利面非常浓郁 一定要现炒来一盘 那我们现在开始吃甜点吧 好我们最后一轮来吃它的甜食 刚刚大部分都拿了 老样子先来吃它跟打丝 蛋糖 蛋糖 蛮好吃的 杯子熔盐蛋糕 真的非常浓郁 森林莓果派 酸酸的还不错 焦糖卡布雷 它上面的糖炙烧的很薄薄的一层 很像脆片的口感 还蛮讚的 西洋梨派 卡皮蠻蓬松的 现在来吃它的现做鸡蛋糕 它有现做珍珠奶茶跟爆浆奶黄 蛮用心的 珍珠奶茶超好吃的 来吃吃看爆浆奶黄 我觉得珍珠奶茶比较好吃 75%巧克力 清点起司乳酪蛋糕 水蜜桃乳酪 它里面都是乳酪的味道 黑醋梨优格蛋糕 黑醋梨优格蛋糕 它剩下时间到了 我们现在把剩下甜点吃一吃 趕快出去做结尾好了 这个焦糖葡萄柚也是这边必吃的 这个葡萄柚非常解腻 一定要拿的 好我们吃完啦 我们去外面做个结尾吧 好啦我们吃完啦 哇那真的是吃的超饱的 哇享食天堂的食材真的是满多的 这样一个人加完 储物费大概就是一千出的价格 就可以吃的非常饱 什么料理都有吃到 来这边就是一定要煮光它的 一些现做料理 像它的越界牛壽喜 现煮蛤蜊汤 仙科斯木鱼汤 是一定要喝的 然后再来就是铁板区的烤牛排 德国猪脚一定要拿 还有我最爱的铁板区的爆炒骰子牛 真的是我最爱每次都要拿一堆的 还有现煎天使红虾 只是它的缺点是它要排队 那剩下的熟食就是比较中规中矩一点 我觉得每个人拿自己喜欢吃了就好 甜点的话还不错 它有一些现做的焦糖葡萄柚 烤布雷 还有现做鸡蛋糕 那个珍珠奶茶的一定要拿 其他的都是跟想吃天堂差不多 这间Lalaport的分店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它有跟金色山脉联名 推出的晃晃白皮可以喝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它也是台中最大的分店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跟其他想吃天堂 差不多的规格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 新开幕想吃天堂的开箱影片 那9月27我会去拍续集 预计礼拜六上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等我礼拜六发片 再来看一下天母新开幕的续集 还想看我开箱什么餐厅 或参加什么挑战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 我是杰克 我们下部影片见囉 拜拜